- 《 》 Show Happy, Hello, 昆頓身邊, 今天有Jace陳凱榮 Hello Hello, 很開心可以找到你聊天 Yeah 等了很久了 年紀又多了 是啊,其實這年紀裡面 我們外面的人就看著你 好像有點替你辛苦 又不會啊 你自己的心態其實是怎樣的呢 有辛苦的時候 有很迷惘的時候 有沒有信心的時候 但整體都謝謝身邊有很多朋友 有很多人很支持 過得了,沒事了 反而我覺得是一個好的磨鍊 成長了的覺得 因為其實在出道不是很久 就已經有這麼大的關口 而且其實你之前上得很快 那突然間停了 甚至有些叫job job 自己那個迷惘狀態其實應該很重 你說身邊有很多人幫助你 扶著你,令你過到這一關 但其實自己的心態如何去幫助自己的強壯 自己的心態調整是要不斷調整的 最初有一種很刻意要自己樂觀面對 覺得就沒事 就是覺得騙到自己是開心就沒事 但是呢 慢慢用了一段時間的力量就會發覺 很累啊 傻了 騙自己是不行的 你怎麼會是真的這麼樂觀呢 沒有可能的 你一定有 有些是相對負面 迷惑的時候 所以用了很大段時間去認識那一面的自己 用了很大段時間 逼自己 不是,讓自己不要逼自己一定要樂觀 是 接受自己是可以有消極和軟弱 是 那段時間就真的用了很長時間去消化了 嗯 處理了很長時間 很困難的 但是可以容量自己去軟弱 或者認識自己這一面 其實這一面本來應該是要發出來的 不是應該 接受這件事應該會相對容易一點 不是,但我覺得這跟本身的性格相關 我從小到大很習慣是 就是按住自己的那些感受 壓抑底 壓抑底 是啊 是啊 壓抑底 還有那些死要正面 覺得沒有東西 以為會沒有東西 不面對 尤其是我覺得香港的節奏這麼急 你很多事情你沒有空去面對 OK 很多都是大家都可能有些事情是 知道要消化的 知道要面對 但是你沒有空 沒有時間處理那些情緒 就說自己沒有 就算了 但是我那段時間什麼都沒有 最有的就是時間 哈哈 我最多的就是時間 那明知自己有時間 就是應該趁著這個機會去面對 嗯 那就選了一個空間狀態 就是明知有東西要面對 不如選 索性 不如轉一轉空間 去轉美國旅遊 轉一轉沒有身邊的人 只是自己 靜小小地和自己面對 會不會好一點呢 選去一下旅行 見識一下不同的事情去面對 會不會好一點呢 那我也多謝自己有這些決定 嗯 事實上就是轉一個空間去轉換 心情呢 就算很傷痛很軟弱 這樣的狀態不同了去面對 是會舒服一點的 是 又幫到自己 關不關是你不用面對你熟悉的人 不用照顧他們的感受 很關啊 因為以前就是很習慣 要顧身邊的人的感受 原來忘記照顧自己的感受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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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累啊 這件事 很累啊 經過這段時間之後 經過自己和自己相處 發覺可以找回這個平衡 現在開始找回了 嗯 是很難的 那個平衡要出 這二十年人都是這樣做 突然之間 剪掉所有的關係 沒有人在旁邊 什麼人都不聽 只是聽自己的聲音 嘩 那聲音這麼陌生 嗯嗯 那聲音好像都剛剛小聲 不敢說 那樣 就是要讓自己說 然後讓自己聽到那聲音 用了很久的時間去學習 是有困難的 但是值得的 學識之後有沒有很爽啊 爽啊 現在爽了 Woo 真的 好 現在我們聽到 很快趁你回復自由心之後 有你的Digital EP 有Hitching 嗯 其實這個EP 這五首歌 是否就是在這個尋找自己的過程中 有一種讚身呢 絕對是 嗯 因為尋找自己的過程 一定是很多跟自己的對話的 那些對話呢 自己疏離不了 說出來都覺得遭 又不想煩到人 很多時候就是寫下它 嗯 就好像寫一記一樣 寫下它會疏離了一些 就是寫下寫下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那段時間就是很多的情緒 很多的想法 但是不知道怎樣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唱出來幫自己 嗯 因為有時候想哭 想說 又做不到 而呢 那種sing my heart out 就是你有時候用唱 你的情緒容易一些宣洩 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自我認識 自我療癒的一個過程 所以寫了 紀錄了的一堆歌 就放在這個EP 嗯 還有可能你是真的二十幾年都很不習慣用言語去表達自己 是啊 但你發覺原來音符這件事好像沒有那麼赤裸 是啊 其實不要說言語和音樂 我音樂呢 我也是很後段才在學著怎樣用音樂來表達自己 可以說是今次這支碟 幫我找到一個方法是嘗試的 其實之前都不是很可以的 可能我只是音樂上用舞蹈 嗯 你叫我講 因為你唱你都已經有字了 哈哈哈 OK 所以我當初寫這堆歌 很多時候是亨的 我的情緒 我用亨呢 我可以亨到情感出來 但是你叫我寫字 總之覺得好像很尷尬 嗯 寫不到 我覺得幸好我有這一年的空間 逼自己可以慢慢去找 慢慢找到了 原來我用文字表達 甚至寫歌詞是一件這樣的事 嗯 今次五十個曲詞創作都是你自己 剛剛我聽到 原來用文字創作的時候 可能會有點尷尬 這次這麼赤裸地 把自己的一些感受 情緒 一些過程 放在這五首歌裡面 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咦 有沒有事的 哈哈 哈哈 就是其實本身沒有想著出的 哈哈 所以才寫得這麼直白 和這麼直接 因為我真的寫一天的 我根本就沒有想著拿出街 嗯 我本身 本身 但是做完之後就不覺得不是喔 OK喔 這個 現在是出來就開始覺得 咦?好像太直白了 哈哈哈哈 本來很多東西大家不知道 嗯 那我個人呢 就是整天都吃了整隻豆沙包 什麼都說出來 寫又已經寫得這麼直白了 本來寫得這麼直白都沒事的 還沒做訪問都沒事的 哈哈哈哈 我還沒做訪問 好像有點太直白了 你現在覺得 OK 哈哈 開始 本來只是面對自己的事情 又要拋回公眾那邊了 喂 其實經過了這個轉換階段 就是 由很習慣地收藏自己 到去跟自己聊天 認識自己 去給自己去 用養自己去表達 但現在回來又要去拋出來 對公眾了 其實也是一個過程來的 也是一個轉換來的 是 現在 隔了年多再見人了 嗯 乖不乖 原來真的有些不習慣 剛剛開頭的時候 特別是因為我 自己靜了一年多 沒什麼見人 甚至連環境都轉了 很放肥 那個人說話的狀態不同了 可能是這樣說話 或者不說話 不想說話 但是 出來做事就是做事 我又不會見到人不想說話 是那個 力水要泵多些 但是 始終都是一個喜歡分享 和喜歡聊天的人 所以 反而見很多熟悉的面孔 大家聊天 都很開心 要點時間 拿回能力 OK 我覺得能力很好 OK 好了 我們先說一下你的音樂 這首DG2ED裏面五首歌 很聰明 我聽到有四文三語 這件事在香港樂壇是非常任性的 但是剛才你告訴我 我本來都打算不出的 那我就明白了 因為本來都是跟自己交代的 是啊 好了 這個轉折位 為什麼會不出 變出呢 因為剩了太久 因為剩了那麼久 覺得有些東西要出的 但是一直都找不到 出什麼呢 我覺得有些東西要出 但是 沒有東西會天下降 你又找不到人幫你寫 你又自己又未寫到 而你寫到的那堆東西 其實全部都可以 他就說 喂 我就在那裡 為什麼不用啊 我看不看 是啊 其實就是了 就寫了 為什麼呢 那我就用了 隨便吧 有些少少是 有些任性 那時候有歌詞嗎 有的 我寫的時候 已經是這堆曲和這堆詞 一模一樣 其實都沒有改過 是編曲和錄回來 但是我覺得 既然我本來寫的東西 已經這麼完整 因為我寫過很多demo 那這五首當然是相對完整的 有些曲詞 風格上都編了 那個方向 我覺得既然他們都準備好 在那裡入手 那就 好吧 去吧 其實我聽這五首歌的時候 好像和你以前的曲風 你以前的風格 都很大的落差 是否其實現在這些 才是偏向你自己 真的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我是一個 很貪心 喜歡很多東西的人 其實我想我從小到大 都很喜歡這類型的東西 特別是一些SOFO R&B的東西 或者HIPHOP 都是我自己喜歡聽的東西 但是你喜歡聽 和你真的懂得表達 又有一個過程 我很多謝我之前那段經歷 令我可以學會 錄廣東歌是甚麼一回事 因為我聽的可能是英文歌 那你要唱廣東歌是兩件事 整個系統不同 其實我很多謝舊公司 和之前的監製 他們會訓練我 唱廣東歌可以有甚麼變化 或者有甚麼 我唱完一輪這樣的廣東歌 我又喜歡了 其實 因為我以前沒有這樣唱過 我就算唱一些其他人的廣東歌 可能我都會用了其他人的唱腔 小時候 但到自己是一個歌手的時候 找到一個自己的聲音 一個表達 其實那個過程是好玩的 但去到自己的創作 我又很自然會用一些 自己以前聽的歌 或者一直都喜歡聽的歌 來做創作的起點 但我覺得多了的就是 想想怎樣唱的時候 吸收自己的經驗去轉化 所以我覺得 即是一個Fusion賽來的 Fusion賽來的 我覺得不是說不喜歡 以前的東西 所以就轉動了 而是人真的會不斷成長 不斷變 而我只不過是把我很直接 很新的一些改動和變動 都直接和大家分享了 又或者以前在一個 製作框架裏面試不到的東西 是 自己一直很喜歡的東西 不如這次放出來吧 反正都是想著自己負責 對呀 都是想著試試玩一下 OK 好 這五首歌 你說最完整的節目 交出來 記錄著你當時很赤裸的情緒 一些感受 現在要跟大家分享 當然現在派了一首歌 叫做Clamdown 是 是 Clamdown 練功 其實這首歌 為何要選擇這首歌 去和大家寫一下路線 是怎樣的 我覺得Clamdown 練功 在整個Journey裡面 它是中間位來的 即是EP裡面五首歌 它就排第三 即是中間位 而這個中間位 其實都是我這段時間 經歷了幾場的一個情緒狀態來的 但是我覺得它有趣之處是 它比較有拼勁 我想大家都沒有見我年紀 如果我見大家還是 這樣就不太好 呈現一個有拼勁的給大家 OK 有能力 而且也鼓勵自己 有能力 去拿走 然後向前走 我覺得它的想法 即是練功這件事 是說大家無論什麼崗位 經歷什麼都好 遇到怎樣的憤怒 遇到怎樣的狀態都好 其實說到底都是要練好自己的功夫 我覺得這件事 挺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不如先拿這首和大家分享吧 練好自己的功夫 當然剛才我聽到就是 最重要是先練好心態 但是除了心態之外 真的要見別人的東西 其實你都要保持著 對 例如你的聲音 你怎樣唱歌 你的製作品方面的 knowledge 甚至跳舞等等的東西 我看到你去了不同的地方去放假 或者去充電 或者去找回自己 除了這些去了外地 旅遊 休息 充電之外 怎樣去幫你吸收回英居遊的東西 其實我一開始 不覺得自己是要修煉心態 我一開始就覺得要修煉 外面的功夫 所以我安排這些旅行 當初不是覺得自己有情緒要處理 我當初是 要去那邊上課 我根本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有情緒要處理 我一邊就想 我要學這個 我要上老師的課 我要怎樣怎樣 然後幾多月 其實我要練好這個招數 幾多月我要做到這個 我已經安排了整個課程給自己 主要是要填滿自己的 有空白的空間 對 同時就是 不是的 有時間在這裡 當然是裝備自己 當然是找東西學 對 但當初還未能照顧到原來有情緒 對 所以我一開始還要生氣自己 糟了 我要練 我要跳好這個舞 我要上20堂 我要怎樣怎樣 為何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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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我都吸收不到 我就是想快點 即是練功 你就會覺得 我要練個不知道什麼招式 但師主 方丈就走出來 你先掃地 後來就發現 原來我要先掃地 你要先打好根記 對 最重要是找回心境平靜 對 就是這樣 但當然自己有一堆東西想學 其實去到那邊美國 我又想自己 我報了一些songwriting 一些focal class 還有一堆的跳舞堂 然後可能我LA去紐約 只有幾天 在紐約 我也要報幾天的跳舞 還有我的workshop 怎麼這麼忙 是啊 甚至最近 臨開工前 都去過台灣 有人說 你有去玩嗎 吃東西 不是啊 我都是圍著上課 又是報了每個星期要上哪些課 這樣去填充 但只不過是填充的過程 就會發覺 真的是吃力 嗯 你這樣填充自己 其實是吸收不到的 嗯 放過自己 你自己先處理好自己的情緒 那些學到多少就得多少 嗯 學不到就是時候未到 你就慢慢學 哦 誤性出來了 哈哈哈 謝謝 好了 在這段時間 除了在 其實是在心智上 有一個急速成長在做自己 是 因為經歷了過大的波浪 同時間 學會怎樣在一個困難中中 和自己相處 找回自己出來 嗯 整天都會找自己 其實這件事 我真的從來都不知怎樣找的 是 但原來經歷了一些事情 你是會 逼著你去做到這件事出來 嗯 而現在我們見到 很精神很開心的人去找回來 嗯 又用你的音樂作品 好了 這張EP 你就說其實也是個意外來的 嗯 那你真真正正的計劃 在做未 對啊 有的 有在想著 嗯 還正式在做 因為呢 其實 我也覺得這個EP 是一個小小的過渡期 嗯 一個轉化 一個很直接真實的紀錄 但是真正裝備很出來的 那隻蛋 究竟枯化了那個是什麼呢 大家要拭目以待 要給我一點時間 嗯 嗯 因為剛才說 有些事情可能時候未到 我不想急著去 嗯 早生了它出來 哈哈哈哈 它是要多些營養的 要多些時間的 是 那我自己都在調節 當然也不想大家等太久了 我自己都是一個心急的人 嗯 但是做好現在的工作先 這隻碟的宣傳 很多東西都重新適應 包括見回大家 對呀 聊很多東西都要適應 很多東西都要適應 不斷提醒自己就是不要急 希望自己 大家等我一會 但是到時我要保證我的作品是會好的 都不要緊 等了你年紀又多 哈哈哈哈 我們可以夠等的 因為知道陳希文會 教出一些好好聽的功課回來 我會的 是的 所以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聊天 非常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